戴志穎2019馬來西亞大師賽 戴志穎逆轉勝打敗萊恩傑克斯菲德晉級8強賽 一起為小戴戴志穎馬來西亞羽球大師賽加油打氣吧 哈囉大家今天過得好嗎?我是小玲 歡迎來到每日新聞everyday news youtube 頻道 那今天在我們影片直播開始前先跟大家說一下 如果你喜歡小玲這個影片裡面所提供的內容的話 請在影片底下給小玲一個讚來鼓勵我 當然也歡迎大家如果想要第一手得到小戴戴志穎最新最快的羽球資訊的話 歡迎在影片底下的訂閱按鈕訂閱小玲的頻道 就可以第一手得到小戴戴志穎最新最快的羽球訊息 包括小戴的對手是誰下場比賽的對手是誰 比分是多少哪邊可以看小戴戴志穎的免費羽球比賽等等的 我都會在第一時間得到資訊的時候最新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也要跟大家分享一個非常非常棒的這個好消息 就如標題所見小戴戴志穎實在是太神了 再度再度的上演我們的逆轉勝再度的上演我們的逆轉勝 真的是不簡單 今天小玲我有看這個比賽的這個全程 分享給大家 因為在世界雨連BLAF 超級500賽的這個馬來西亞大師賽 這算成績蠻高的比賽 小戴在第二輪 就是今天第二輪碰上去年 曾經來台灣參加的這個 台北羽球公開賽的這個選手 這個傑克斯菲德 萊恩傑克斯菲德 那他是在去年在台北羽球公開賽呢 跟小戴打到這個冠亞軍賽的這個 選手 大家如果還不知道他長什麼樣子的話 這邊有個照片給大家看一下 他長的就是這個樣子 對 那小戴呢他今天在對這個萊恩傑克斯菲德的時候 第一局啊其實有點就是 身體還沒有熱身開來 所以第一局有點慢熱失誤有一點點多的情況下呢 那第一局呢被這個萊恩傑克斯菲德拿下了 但是之後呢小戴呢 後兩局開始穩住做這個穩住了正腳 那第二局以這個 21比12 第三局啊甚至是21比10獲勝 整個局數打三局 第一局是19比21輸了 第二局是21比12贏了 第三局是21比10也贏了 是一個逆轉勝的情況 那也代表是闖進了八強賽 闖進了八強賽 那小戴去年啦其實他的成績很強 很少了八座冠軍 今年呢他也希望說能夠再創佳績 尤其是今年是奧運搶積分年 搶到足夠積分明年才能參加這個 奧運 那大馬的這個馬來西亞大師賽呢 是小戴這個新賽季的第一場比賽 他也就是非常想要得到這個冠軍啦 但是他有先說 他其實啊 這場比賽是以調整為主啦 那得到冠軍他當然想 但是一切都是以調整狀態 那調整到很好的狀態 4月份開始才能夠 全力的來搶這個奧運的積分 全力為明年的奧運的搶積分備戰 對 那這一次在這個16強賽 就是今天16強賽 遇到這個世界排名第21名的 萊恩傑克斯菲德呢 其實小戴過去啊跟他交手4次 不包含今天總共有4次 4戰全勝 那去年呢就交手兩次 一個是台北語球公開賽 下一個是法國語球公開賽 那其實呢小戴呢 在台北語球公開賽的時候 那時候的冠亞軍賽 只花了27分鐘就直入2 打敗這個萊恩傑克斯菲德 今天呢比較不一樣 今天逆轉勝 打比較久 41分鐘 也是很快啦 41分鐘算是一個正常的發揮啦 那這場剛開始啊 就是第一局就是因為 小戴就是有點就是 慢熱的情況下 所以打得有點拉鋸 互有糾纏 互有領先 但是 這個萊恩啊 他就是 有掌握到這個機會 一度啊連拿4分反超 那後來小戴追平 但是 後來也是沒有辦法 到了這個平手的時候呢 萊恩呢 再下一層 就是拿下了這個 第一局 但是第二局啊 小戴只有在開賽的時候 落後一點點 接著開始就連續取分 那一直就是 最後呢就拿到 21比12 那第三局也是 趁勝追擊 加上這個萊恩的這個體力啊 大幅的這個下降 所以說啊 他開局啊 小戴開局連拿5分 最後呢 奠定了這個結果 結果就是 最後21比10 三局就是 逆轉勝 真的逆轉勝 實在是太開心了 雖然說小戴他自己本身啊 說過 他真的不太喜歡打這個逆轉勝的比賽啊 因為有點累他比較喜歡就是 就是2比0的壓倒勝 但是還是非常開心 我們這個球迷看到小戴逆轉勝 真的是 怎麼說 很過癮啊 超級過癮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跟我一樣 覺得很過癮 如果覺得很過癮 你也可以在 底下留言 加1 表示你 真的看你轉勝 看得很過癮 但是先跟大家預告一下 小戴下一場對手會是誰呢 先秀一張照片給大家看 這個人大家應該知道 小戴下一場對手有可能 八強賽的對手就是 伊瑟龍 就是伊瑟龍 伊瑟龍在去年的這場比 這個馬來西亞大師賽呢 就是 打敗小戴 然後拿到冠軍 對對對 所以這場比賽 看看今年小戴能不能一血前死 顛倒過來小戴打敗伊瑟龍 拿到冠軍 我個人是覺得很有 很有機會 大家覺得有機會的話也在底下 你認為小戴 有沒有機會在這一次的馬來西亞大師賽 打敗伊瑟龍之後呢 一路過關展架拿到冠軍 如果覺得OK 你認同的話呢 就在影片底下留言加1 讓我知道 OK 那 原則上呢 我們的這個小戴 下一站確定的對手是誰呢 還有幾點比賽呢 只要出來了 小靈我呢一定會馬上更新最新的影片給大家 所以 大家如果說要確保說 得到小 這個 得到最新的消息的話 要怎麼做呢 要怎麼做呢 就是 我們來就是免費的訂閱我的這個 在影片底下 免費訂閱我的每日新聞 Everyday news YouTube頻道呢 就可以 就可以怎麼樣 就可以馬上的得到這個 小戴戴智穎的最新的比賽資訊 包括說小戴對手是誰呀 然後 下一場比賽對手是誰 幾點比賽 幾點開打等等的 我都會一得到這個資訊呢 都會馬上呢 就是在我的這個YouTube頻道裡面公佈給大家看 所以說大家如果想要知道的話 就在影片底下呢 訂閱我的頻道 那就可以馬上得到最新最快的小戴戴智穎的這個 最新的訊息 哪邊 什麼時候有比賽 然後 對手是誰 哪邊可以看免費比賽直播等等的 我都會在第一時間告訴大家 第一時間告訴大家 也歡迎大家呢 如果說你覺得這樣的內容你喜歡的話 也可以在影片底下給我一個讚 或者分享我的影片給你一樣 喜歡這個羽球 的這個朋友們讓他知道 然後讓他們一起來加入我們討論 一起 這個為小戴戴智 加油打氣 好的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謝謝大家 小戴今天呢真的是給我們了非常美好的一天 那也祝福大家呢 今天也有個這個非常非常美好的一天 好的那祝福大家那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囉 我是小戴拜拜